好幾輛俄軍戰車就停在基輔街道上 烏克蘭人爬上坦克一窺就近 有人拿起手機拍照 這場大型戶外坦克展覽 舉辦的時間點就選在烏爾戰爭 打滿六個月 也是烏克蘭獨立日前夕 展示烏軍戰果意味濃厚 烏克蘭集戰半年超過 四萬四千名俄軍陣亡 五千多輛戰車被毀禍扣押 俄軍在戰場上 損失大量坦克的原因 就是因為欠缺爆炸反應裝甲技術 烏軍有近九千人為國捐缺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俄羅斯排除外交終結戰爭的可能性 預期這場衝突還會再拖下去 烏克蘭現在擔憂 俄軍會在獨立日發動重大攻擊 基輔下令禁止任何公開慶祝活動 烏克蘭各地前線戰場 也紛紛宣布嚴加戒備 東北部哈爾科夫延長 宵禁到二十五號 南部戰線尼古拉耶夫則是頒布預防命令 呼籲民眾待在家 烏克蘭最前線戰場 對內刺客被打了半年 管線毀損現在面臨嚴重缺水 烏克蘭境內局勢最緊張的 炸波羅熱核電廠居民相當擔憂 在戰爭滿半年的這個時刻 會有大事發生 烏克蘭兩邊氣氛都相當緊張 因為就在獨立日前 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親信愛女 在莫斯科郊區慘遭炸死 烏克蘭總統顧問在案發後 第一時間澄清烏克蘭與爆炸案無關 俄羅斯安全局懷疑攻擊事件的幕後凶手 是一名43歲的烏克蘭女子 沃夫克目前已逃到愛沙尼亞 經紀委員張莉 蔡琼滿報導